在钢铁侠的一代的基础上面 然后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调整 另外在DIY手工DIY的特性上 做到比钢铁侠一代更容易DIY 那我们看到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整体外观 它所有的材质都是不锈钢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整个外观的话 增强了这个产品的机械感 也就是流行于欧美人喜欢的那种机械风格 OK 我们现在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下拆装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些特性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基本上每一个部件都是可拆的 首先这个是连接头 过度环 这个算是叫装饰圈吧 装饰键 中间还有一个不锈钢圈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装饰环 那基本上拆了以后也可以看一下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件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零件 它整个表面外观设计是一种斜齿轮的设计 那这种斜齿轮的话增加了这个产品的机械感和它的质感 让人看起来有那种机械的力量感 那同样的这个也是斜齿轮 那包括在这些产品的 外观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全部又是不锈钢的质感很正好 并且在这个上面金雕了一些花纹 来增加整个产品的滑利感 那OK这个产品领域放在这里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产品有很强的DIY的一些特性呢 那我现在就给你展示一下 那首先在我们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感觉很凌乱 那我们有一个诀窍 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两个产品的 这算是两个带裙摆的产品 带裙摆的产品在组装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把它翻过来 OK把这个落上去 这个是一个主导思想 OK在落上去以后 把这个中间这一个环加上去 然后我们来把它锁上去了 然后把这个东西锁上去 这是一个主体主体 那这两个这两个带斜齿嫩的装复杆 分别对称的方式放在这两边 这样子这个主体就组装成了 OK这个是连接头 连接头的话 对于这个它这个的话 就很限制我可以放在这边 我也可以放在这边 没有关系没有影响 那这个同样的尾盖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产品就组装OK了 那组装OK的话 像这种全部装起来的话 这个适合放18650电池和18500电池 那对于18350电池的话 那我们依然是可以对它进行DIY的 对它进行DIY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带裙摆的装饰件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长度 稍微比这个长一点点 那我们就选取这个长一点点的东西 作为它装18350的一个容器 那OK我们需要做的是取掉这一件 带裙摆的这一短件 跟里面这个中间管 OK我们把 首先我们把这一件取下来 把这一件放在一边 把这一件放在一边 这个就是组装18350 使用18350的时候组装了一个成品 OK那对于这一件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 是18350的时候 是这个头朝下的 那当然基于我们这个DIY的特性 我可以把这个拆下来 把它放过来 把它换过头换过来 OK这个产品要是使用的时候 这样同样是可以使用的 那这就是这个产品 基本上所有的特性了 就是说 这个产品是注重一个DIY 自由装配的一个乐趣的 大家可以在 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自己去把它拆成 拆成一件一件 自己尝试去组装 过去没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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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